是不是三星傳觀眾朋友 在關心的新聞是來自江議士議會的消息 我們來看就是江議士警察局 一行經濟訴 護老交通安全專案 不將高齡駕交通安全的環境 不過在這間區既在的環境 向議員頂修華來歡迎 說有分局要求得勤的環境 要加強主體更換 頂部行人為貴的盡情 最好將在一邊邊 在議員頂修華和王美會 在29號結束的時候 是通過警方違得不足 和護老專案論為是烈老專案 要求警方檢討一款的來處理開發堂 大家的感情都覺得你是很老人 因為今天有這個專案 是要來保護老人的錢 你現在是去孤島開車人 像我們在學校的老人 是要來保護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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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老人遵守交通規則 那就要來保護 同意市政府一行護老交通安全專案 在讓環境的處理委會 驚討統計在上面 在記到道路交通管理處 法條的六項的委會條 其中第七十八條第一項 那些人在道路上沒有照到標籤 標籤 貨值的知識 那些是警察的指揮 會處理三百塊的法金 因法議員質疑 除了政府的行動不變 那些是行動比較慢 沒有任何加速 總會被觸犯 這也讓婦老專案的理由 能處理打了這口 除了宣導婦老專案之後 還給一個統計表 那統計表裡面 就多了有交通法規 交通道路處罰條例 44條 48條 78條 那44跟48 是對於開車的人做一個開法 如果他在紅綠燈路線標誌之下 沒有禮讓老人開法 但是78條就針對行人 這個穿越馬路不走 這個斑馬線 或者對於標誌標線 不按這個這樣子的 一個規定來行使 那表明就是說 要開這些老人的單 那婦老專案做不好 做到最後變成烈老專案 除了應用的法條 應用法治疑 議員頂修法律的治疑 也來接到既贈萬禁歡迎 有婦教甚至要求 進行萬禁家庭主席的構範 日期更多的行人為規定的進行 各種綜合來致賓賓 讓人感到健康時 老實斷動作是提款機 為什麼要賴給那個個所說 每個禮拜至少要開一張單 我覺得這樣子是不好的 對 這個利益良善 最後為額不足 不應該這樣子 這是分局的做法 他們因為他們會互相比較 看到這個分局的績效有 這個分局沒有 所以他們就會這種要求這樣子 事實上我們沒有 絕對不會這樣子 他們是自己在那邊 互相比較的關係 那後續會怎麼去改分局 我們所以我們下午 主席會報的時候 我們再跟各位同仁說明清楚 這只是要保護老人 我們重點是在取締 車輛不離讓行人的 這一部分 剛才是進行公共調 競進宿的護老專案 並沒有整個性的病庇 既定對今年 11月19日 每年的12月31日 目標在於為何 各人頂部的交通安全 以交通安全算得為主 每一項發展 依照到一項結合 故意行政政力 要另外增加到當人負擔 這項統計票是結合一般 上台性行人流款的計劃 出的行為 沒有任何行人和行人危機 通過賣入為主 集團的對象是所有的用路人 並沒有占對著 各人的頂部來進行出席 世新新聞 中國民王先生 加義七 蔡宏博德